好几个老伙伴让我玩这个匹克太极球 之前我看他是五块多一个 然后现在是二十二块钱十个 然后他标记的是新款 我就把它买回来看一看啊 一共买了十个花了二十二块钱 为啥是雅光面 这个我做了一下功课啊 我看别人玩的都是那种液态玻璃质感的 然后我发现我这个呢 是有点超青年度加橡皮你的那种质感 然后我一看哦 原来这个是新款新款他就是这样 我们来测试一下他的纵向弹跳力 哦弹跳力很不错哎 我拿个超车黏土试一下 超车黏土的弹跳力 这是这是匹克太极球 这是超车黏土 哎去哪了 显然匹克太极球的弹跳力是要更好一点的 买错了 这也能买错 我真的是佩服我自己 就是把这个填充到是 把它填充到那个运动鞋后边那个气垫里吗 我怎么记得很多运动鞋后边那个气垫是空的吗 我记得我之前穿的一个鞋后边那个气垫是空的 然后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它漏了 然后它走路的时候就会发出 就会发出这种声音 那是不是如果穿了 里边是填充的太极小球的鞋的话 如果这个鞋它那个气垫漏气的走路的话 后面会是血红色的大脚印 它和狼书家那个泥真相得一张 一个是红松手 它这个是红泥脚 我觉得手感真的就是纯纯的橡皮泥加这个造成粘土 这个拉力性是很不错的 有种拉力绳的感觉 哇 芝麻油加橡胶的那种味道 它怎么在视频里看的是串红色 当它的身躯变得沉重的时候 它的弹调力也随之下降了 我把它跟超线粘土混一下吧 我这个超线粘土也有粘土了 这肥牛啊 拿一块起泡椒跟它混合一下 我已经好久没有买运动鞋了 我上上大学的时候买的运动鞋 到现在还能穿 就一直没有在买运动鞋 不知道这样混合以后会不会化 把皮克太极球混成一份起泡椒 它这个算起来真的好贵 二十二块钱就弄一点粘土 我真的脑子被烧了 皮革厂的味道 现在随便一搜运动鞋 都搞了什么财食感 这个设计师也是有点东西 这是我妈给我留的 她说我再不用就给我扔了 我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个东西来混泥呢 之前我想用那个红米蛆 红酒蛆 那个不是也是一种食物添加 这个食物色素吗 我想用那个染泥 结果我发现豆腐乳的原材料 就是这个 何必的多花那份钱呢 哇这个咸香 咸香的味道好开胃啊 我记得有一种点心 也是叫这个腐乳酥 不是它这个颜色怎么这么深邃啊 前几前有小伙伴说 看我的视频入坑了 不知道这个视频 是不是让你退坑了 还是让你在坑眼上挂着呢 小伙伴们 不要在坑边上苦苦挣扎了 快来跟我一起入坑吧 这玩意可有意思了 家里吃剩的豆腐乳都能放进去 这玩意可有什么来好呢 我们在坑边上的路灭 就好了